在社群妈妈们的扭腰百屯下 又是柔力球又是彩带舞 将七度践行嘉宁华活动的气氛 找到最高点 柔力球是健身的 那我们现在更发展到有指弹鼓 老人都可以来参加 只有手指运动 然后还有现在的就是户外的肝带雨 也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我们这个 有益身体健康的活动 西隆市七度区的永安公园 一早就聚集热情民众 前来参与践行活动 尽管是下着大雨 仍是交不起民众参与的热情 国立海洋大学也特地为民众 做免费的体势能检测服务 让民众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希望民众养成 有运动的好习惯 然后就是掌握了这些 这些询讯以后 就是我们能够提供 不一样的这些活动的服务 国内肺炎疫情已有虚缓 基隆市体育会举行健走嘉宁华活动 希望民众走出户外远离疫情威胁 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表示 健走有一身心 更能达到通体树上的效果 今天是我们运动和台湾 基隆市体育会举行的第二场 所以下一天我们现场的将近来的将近一千位 而且我们七组的运动嘉宁华 很多七组的设计啊 大家都来表演 疫情啊 今天呢还没有开始出发 而且我们天夜夜也要也好 大家到户外走走啊 动运动啊 身体育会健康 而且这个是最好的一种运动 健早可以带来身体前身的速度 只有前世四年 大家一起来运动 那主要传达就是说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每财富 那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那各位也看到这样的效果都出来了 今天下雨天 那也将不惜我们民众对于退休 身体健康这样的一个热情 在主办单位和贵宾的民腔下 健康活动正式展开 民众沿着基隆河岸步道 一边运动 一边欣扫河岸美景 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新鲜空气 对啊 这样对身体很健康啊 每天走啊 这个大家都可以联络感情啊 为了要健康 健康才要出来健康 把那个精神还有那个流汗 那些前提的那个排汗很好的 还有船很多人的对吧 大家都很团体的 年轮感情啊 悠然的走在基隆河岸的步道上 即使天空不作美 不在室内走出户外 更是健康的不二法则 那个今天下雨 不过我看起来 大家都非常的信誓勃勃 还愿意走出户外 来参加这个健康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在基隆市一个区都举办过 我相信都看到我很多市民朋友的 热烈响应 那今天走的地方 是在我们柳安公园 沿着基隆河岛走 那之前 中央也愿意来承诺 在我们立委的支持之下 争取之下 也补助了一亿多 一亿几千万的这个 要修正我们的自行车道 跟我们的健康步道 希望能建构更好的一个 休闲环境 那整个未来建构好之后 会做一个更好的串接 让我们基隆市到新北市到台北市 希望能够让我们市民朋友 未来能够更好的一个 健康的舒适空间 我们大家带来走基隆河步道 那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整个基隆河步道 做了很多新的改善 那欢迎各位市民好友去走一走 但是走完之后记得 你的摸彩券要记得 头脑摸彩箱里面 回来摸我们前面的脚踏车 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 明年开始以后 整个大台北地区 从我们的台北的大石 到基隆这边 我们全部的自行车 都要串联完毕 所以拜托大家 抽到脚踏车的好朋友 记得明年 我们一起去脚踏车 基隆台北 这样跑来跑去 好不好 不管是西家带卷 还是好友相伴 民众透过健行方式运动 只要常走路运动 就能保有好身材 好健康 中家新闻基隆采访报道